中路面对的又是一个龙骑士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这个前期的局面是非常难打开的 选择了色身回避这个命石 然后的话这把 其实想说C9这边 这种跟上把的方位也比较像 还是给5号位选一个 进攻能力非常强的将勇 然后No1的话打中路龙骑 也肯定也会打得偏进攻一点 就是跟上把一模一样的策略 然后放3 4号位跟1号位 个人能力比较强 或者说明星选手吧 就对那现在来说 状态比较好的选手去做 也更多的发育 跟他们上把的策略是一样的 那Talon这边的话 我觉得就也只能这样了吧 大哥位的话 选择了瞄准的这个 吉利福这个命石 现在就是时间比较少嘛 没办法调整 那大哥 大哥跟酱油改变 最后选择酱油去改变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局势给撑起来 这风格的调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说我第一把没打出来 我第二把就瞬间能转向 这边的话上来 看一下对面人的位置 直接上来站高坡 然后看一下服怎么抢 这边的话还是一个双幅开局 龙万首次还是拼到了 现在就是看C9这个猎势路啊 打的还是比较有感觉 但看这把卡通蜜这个TK 能不能继续像上一把一样发挥 那龙七师的话一继续了 回来不到 两个反捕在手 那龙万现在的状态是很好的 那龙万现在的状态是很好的 小鹿是杀了一个机 打的也是比较凶 一个疗伤 一个刷疗伤机器人 主要现在TK的话 打这个线也不虚拟 他这个思路还是跟上马一模一样 就选一个能推线的三 配合TK 然后水人这边 对水人只能去 塔架不到 拉出来侧翼单挑的话 感觉这个 秀不将也不是很虚对方 对方小鹿 这波的话成功的拉到第一波也 自己是先到二了 这一个消耗爽 配合那么程度看得出来啊 三四号位也是技能衔接非常到位 这波就是 两个人互相聊 但是别人的疗伤是有伤害的 小鹿的是没有的 对感觉就是上一波 上一把回去之后 泰龙想一想解决办法 后来发现好像 也没有预想的那种能解决问题 他的办法是觉得拳头这英雄先让太弱了 也换个强点了 换个强的发现 不是英雄问题 是对面人也很强 当然英雄也有一部分的成分在 然后中路这边的话 瞬间拖完 看一下捕到龙七十一杠三 火枪的话 真要说补也没补到太多优势 本来攻击力就不占优 就是我觉得泰龙对 美科特的使用有一点点大财小 就是好像他们这个阵容 主起来以后就没见到 美科特那种拿手绝活 再出来的画面了 反而是让他去 作为一个对线的应对 他没有再主动的拿自己的一些绝活 来给别人出题 而是在一直在解题 效果就很一般了 可能还是为战术在做牺牲 或者也是之前可能觉得 这样打效果更好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 销售的话也是被TK收掉 这个线一直在被 对面烈士路在拉大野 就打得很难受 他转花手了 哎哟 我掉水 这波的话感觉 是不是啊 开始觉得这小鹿在不在也 没什么区别啊 小鹿直接往中 帮忙看一下对面野区情况了 然后下路偏偏比较凶 这波的话有机会 我们这里伤害非常高啊 终于找到机会 带走对面的五号位 可以顺满的发条 可能C9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优势路的兑现了 这把我们没有太过多的 去关注这个优势路的兑现 但从上把已经可见端定了 对不过 保小黑肥就可以了嘛 这发条死个一两次 对他们来说也能接受啊 主要是其他路确实打得还不错 然后小黑这边的话 Watson这把也比上把 感觉手感好了很多 就现在补到的话也非常顺 也没有出现上把这种低级失误开局 这个位置离塔有点近 是的 消耗的效果也一般 好像等你起来之后稍微好了一些啊 这个位置的话也是 小鹿过来 直接招个怪干扰一下对面的拉野 他们太龙觉得 还是需要有入侵野区的能力的 这样就感觉找了办法了吧 就是我反正优势都打不过了 我就随便一个人是带混 对吧 剩下的我 打野 对我小鹿去造福一下其他路 辐射一下 看看有什么帮助 总比上路两个人在那坐牢好 这个位置动 no one 感觉有点没必要 哎 还行 等一下这个火 堵到两人 对队友 赶过来 能坚持住吗 被击杀掉 哎 镜像了跟上一把 这次是你买一松衣 对 你POTO完成了双杀 这一波 还是拉西克这个伤害啊 灌足了 灌足了 没看到拉西克来 而且这一波 Talon的联动也是非常坚决啊 就是我就派两个人过来 没有有没有像上一把那么犹豫了 撕裂大地接上 他在这边感觉不好走 对 躲不了 开爆卡位 看能不能拼一个 两个都是残血 出其实还可以 有机会 那是夜晚的视野 这地方很容易被绕掉 这边你跳原舞曲就可以了 最后一下还是A了出来 对 漂亮 没错 我比这波给你很细致啊 最后一下 正好是那一下的 一瞬间的一个机会啊 最后一下弹到A出来 小灰想逼一下这个 有机会的 这个感觉是很难 因为现在他点来 这个命石 他还能调整位置 但是我也有点太夸张 有点自信了 说实话 可惜了 行吧 这边菲生梦不遵不饶 插了一个塔 GOT 看一下 下次就不会歪啦 在这边下王是命令个大药 又来了 这边小鹿脱中 大雄当前 装住大雄 老鹿也在附近 这个大小鹿的合体啊 让弄万连续两次阵亡 可见海王这边调整还是有成效的 就是我水人的一路虽然说打不开局面 但是我选一个能脱中的 我让水人自己去发育自己去混 反正对面拿他也没办法 这个思路的调整还是比较立端见影的 回头 撕裂大地 为什么这波感觉不好走啊 不过老鹿这边正好被弹下 电数扩展这个命时距离还是很宽 这边死之前是不是能去扣一个符 我是一个机器人 先看这波能不能走吧 小鹿这边被找到 走就算了 反正我可以遛你 然后我反正符也到手了 很舒服 然后看到小鹿这个位置啊 是被转掌跟龙奇配合带走了 还是青青年对面的这波 圆夫也其实还是我觉得时间来的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最高的一线级 还是去金岩湖嘛 对 那这波的话虽然前期打两波非常不错的错终 但是现在还是在金岩湖这个时间节点 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太龙局了呀 好在这把几条路的对线 慢慢都占住了 而且压制住龙奇市 龙奇现在经济第六啊 较惨 两千八的经济 当然C9这边应该也能接受吧 毕竟这把东方的东西选择 就是出条道带结构的 可以让他稍微再补一补下路这边找到机会 小黑的位置还是拉希克 打得非常好 而且飞生卖自己这边也顶不住伤害了 回头看一下 我觉得这把C9的酱油去救人几次都不是很成功 就是要不是晚了 要不是反正就出现的时机都有些问题 没有一个提前量 其实跟上马是一样的 因为你选到TK这种点位 感觉前期就不是很想去帮队友 对吧 除非你TK这种提前落位嘛 所以一直看到镜头里 在C9只有一个酱油叫非常慢吧 相当于是1保4 TK还是偏刷的 你就感觉打起来总是少一个人啊 这边这么酥吗 野怪帮帮分担一下 是的 那他这个位置主要还是发条没什么状态 所以不敢去包 下路这边塔的话是直接被拱掉 现在三个大哥全是TK这边经济领先 是的 有火枪的局这样玩是对的 你不要让他来动 你这样要自己去找他来搓 这几次的搓中都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现在龙奇有点被汗死在中路了 那也去不了 他只能在中路被迫补经济 而且还要提防对面来干净他 看看DM这边三次好位啊 这把经济清线比较多的这个猎势路的装人组 什么时候发力了 原故也在提问大一也在收另外边的话 上网是找到了发条 应该是刚残血的发条 对 一直没有回家 直接带走 这边是三个人 分掉了囤了四波的大远骨 然后的话直接选择开悟 因为再往下打的话 其他人已经站不出来了 龙奇是这边要补条刀的 只能靠这边来带打架 预判的还是比较准 但不知道这个塔会 也没有看到对方开悟的东西 而且方条没有6啊 对 10分钟嘛 5号位没到6也正常 这波主要还是看DM的动手了 白天视野 他这个时间确实还没有到6的时候 但是你少了他这个钩 确实也很难动 中午这边冲起来 找到一个火枪 找到了机会 两个酱油 其实酱油都在 两个酱油如在啊 就是刚才中午蹲了一波 发现对面人好像不在 然后两个酱油都是对方 三小区 有拜拜 我打前一次 对 然后火枪吃到的信息就是 其实我酱油都在附近 但他们又都不在 这就很尴尬 这样的话被C9撕开了一道口子 酱油还是没有太把这个重心 放在火枪上 虽然说前期的两波 撞中非常成功 但是后面一直在想 就是入侵野区的这个事情 这边会不会被干啊 看一下中路这里 小黑应该是已经被动手了 小黑被动手 往塔下拉 这边的话龙奇过来 能拼一个 拼一个之后呢 漂亮一个操作 但是感觉卡的伤害 再一个T踢中 不过这个位置想走 是有点难的 啊 TP吗还想 TP是否有些 我还以为他要送塔了 嗯 哎龙奇这样的话 跳刀也是拿出来 这样的话时间还可以 因为他前期这么惨的情况下 现在十一分钟 对他没怎么 没怎么多技术装 对 对自己中单龙奇的这个节奏 也是非常的清晰啊 烧动即逝的机会 对对吧 杀王也是 杀王也是先出跳 随便是什么 他其实太龙这边就出装上 包括四五号位上 进攻减强了很多 这跟鸟没藏啊 当然藏了也藏不住 有个塔火焰 杀王也是马上跳刀的 这样的话两边的思路 其实都 呃做了一些调整 要去抢这个节奏 什么团队装 不管了 我得先去干人 这一比赛里这样 杀完还是比较少见啊 当然跟这把四五号位 也没帮他团也有关系的 他们这把想好的四五号位 要一直错终 没有人去野怪帮他 也去帮他团资源 而且他们泰龙好像 我们这边的话 现在副舞台同组的 汤朱和G2IG 打成了个一比一平 一比一平的话 两个队伍现在就已经 确定是确定同分了对吧 然后 对 然后就是看C9这把 C9这把如果输了 就是三队加赛 C9如果赢了就是两队加赛 去争夺一个小组第二的名额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 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三队加赛是一个 C9应该是 因为有一个小局在手了 那就是 这个锁定第一了 锁定第一 然后去争一个第二名额加赛 所以就是 IG和Tundra继续加 对 打到天昏迪安了 打完一个BO2再打一个BO3 而且Tundra跟现在这两个队打的也是一敌 他是不是一直被DVD啊 所以还是回到这场比赛 对回到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那既然的话 现在其实对于他们两个队伍来说 就没什么悬念了嘛 因为那边打一个 没有2比0和0到2这队伍 所以 太龙就已经稳定第四了嘛 对 就稳定了 没关系 就 不淘汰队伍 调整一下自己状态 这边开我过来直接一勾 发掉终于到6 飞车们这波就找到那张到位 而且还是刚刚那个情况 加油如墩好像墩了但是没用啊 这个时候沙王还在摇大招刺一下 就刺到了一个发条 发条是垫后的 是的 四个人把所有的怒火都投向了发条 这个完全不解渴 这几波对火枪的保护有一点点小 但是你说这个小鹿和老鹿能怎么去保护它好像也就那样 除非说提前帮他站到 除非他们像 像Liquid的那种 对 就是一定要提前去站 是 我有一个提前的点位去站 帮大哥来打枪 这是一个思路 嗯 中弹龙几法是克星 学员这边还是刷的非常快啊 就现在分身 7k这经济也是无签了 这小黑一个等级 小黑有点穷啊这段时间 小黑感觉是中期被对面酱油干了两波 然后自己又跟他跟的比较多 是 两次他死的有点多了主要这把 对线打的还可以 我觉得如果太龙的两个教育决定这样打的话 那就把进攻进去到底 就是两个人跟着杀王无限干 但是他们的输出在杀王没大的时候又觉得稍微缺了一点 看见他们能不能把这个思路给执行起来 哦 够接TP 这边的话过来直接打断 打断 风标回来 TP减一 然后中路这里的话继续东东万 杀王的话漏力波 那只有他们两个是不够的 拉斯克也跟你把他跳啊 这把就无脑进攻 是的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对 我反正也保不住你这个火枪 但我觉得杀王主动进攻的欲望也不是很大 他还是觉得自己比较需要这个大招吧 因为小路的伤害确实来的有点慢 然后老路作为酱油 等级也不高 下一场被作为一仗 是吧 虽然局面上太龙优势比较大 但是实际看这个中路塔确实还是坚持比较久 龙子这个顶线能力还行 然后兄弟往下路靠 那穿上过来顶一下线 那现在你看这个两拨死了之后 火箱身边开始占人了 小路心一步走了 不过C9的话也是转进到了一个发育的时间 这场比赛的话 虽然局面上是太龙优势很大 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 因为有一个四号位的TP一直在刷钱 C9的话还是把经济咬得比较死的 而这拨的话提前两张TP 往前看能不能护住这个小黑 小黑这边先手直接一个沉默动手杀王 但是队友这边跟一个勾 关键的这个勾 悟空有点致命啊 这波其实对方只有一个水人在 这个时候在二塔后面是不大好打进攻的 开悟 还要干 还要干的话等到龙骑 龙骑这边有跳 再往前跟人 这边撤退的很及时啊 对对方走得比较早 而且自己这边天徽的进攻眼位 扫描扫到了一个小路 感觉不是特别好的动手目标 但是再往前走 哦哦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深了 来了 变龙跳端 队友第一时间没有接上 第二时间接了个水 龙骑自己有危险 双刺 是的 小黑这个走也赶到战场 水人也在 场面一路有点混乱 有点船游家机前阵好肉啊 这龙骑是 把这沙王被找到先阵王 这边老鹿也阵王 发条被换掉 叉又留住了 擦水 有小黑在是肯定跑不了了 拖延一下时间 这拨团战最后还是阵地站住了 关键是Watson这个沉默很关键啊 上次进来之后他没有期间摇大 然后被断了一种发现这里他弄的输出断结 少了关键的爆发点 最后被TK一个套子 加这个阵地给奶回来了 这两边的第一时间都有一点脱节 但是第二波人赶到了以后 反而是这个 支援的沙王先震完了 对 第一时间看到农瓦龙其实掉血掉的非常快啊 但是没杀掉之后的话就是 船长的水船 接上TK的两套技能 奶住了直接 我觉得沙王这个原地 可能还是有点欠考虑 来 装住回头 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时候双方离地都还比较远 这个刺很漂亮的 双刺非常漂亮 然后被一个 被小黑沉没了 在 一直在被点啊 他就活会被点死的呀 是的 而且这个时候感觉火箱的输出也没有那么直观啊 主要是顶在前面这个龙骑士 从半雪打到满雪 就可想而知 这场团战体系 C9技能摆开之后有多扎实了 再来上这个高婆高抬眼 加上龙骑破雾 有跳刀吗 这边的话肩坐也但是没跳走 这个地方撕裂大地街上伤害打满 我这不会再火过来吧 又放了一个壳子 还没死 我这不还好秒掉 但是打的不坏 不过瓦森自己状态也残了 就船 船四个水两个 我还在往前顶 但是确实也后续没输出了 回头这边拼掉了对方 把自己这边感觉也走不掉 暗杀给到 船长震王 团战美如画 但是看着猛如虎 但是实际上没东西了 嗯 这波主要是在先导一个中单的情况下 选择接团 虽然地形不错 但是小黑也是在团战里面 吃不明AOE吃死的 少了一个关键的输出点位 这个船放的真的是很漂亮 这波接发条的勾 这波小时在被C9扛住了 感觉他弄心态又有点勾了 这波 船长手A仗的话是不是就爆炸了 是的 船长手A仗 感觉清平了 暴战船 是的 舰队开启 或者TK可能多点蓝 多点技能 再补点输出应该也收了 这波最后就是 再来看一下这波 这个时候就是上一波应该 对 但是高台烟点上以后就走不了了 这个位置看一下小黑的血量啊 小黑的远古典子嘛 就直接被一个4号A拉希克 加火枪 火枪点死 这个位置TK没蓝了 TK有蓝的话感觉也正面能拼 拼一个的话就能拼一二个吧 TK是没蓝回拘捕了 最后留自己这边DM一个人 我觉得小黑这一波实在是有点不应该啊 就其实主战场都没有开在他那里 进场的时间可能还是稍微 没沟通好吧 但是他不上的话你想对方也没办法被水起四个嘛 水两个大四个 当然起因是因为龙骑在那个位置被留了 对 什么还是龙骑问题会大一点 因为意识到对面开雾来了 没蹲好 感觉他想秀一下 是的 他那走位就是想看对面雾是很明显的 但下一波就不一定了 下一波如果TK 其实刚才那波如果TK第一时间在龙骑又不会死了 TK来得有点晚 TK如果第一时间在镇补起来大鞋 或者没可能加一个这个升级吊坠就 就拿起来了 酱油要发钱的呀 很忙的呀 找到了一波机会吧 太龙之力 16-9啊 局面比较好看 经济还是没能拉开 不过这把的话至少水人是一个安全发育 能够过渡到后期 但是小黑这个经济呀 9000块是怎么回事 你是几 五人开雾 正好撞对面四人物 现在两面堆肉栅附近都有想法 小鹿的召唤物过来探一下 然后水人这边的话应该也看到了机器人进军 天徽这边扫描已经扫到了一眼的位置 看一下龙骑站在破屋 这边的话让DM一个拧在前面 龙骑飞龙骑脸 找得到拉西克 完全拉西克很脆啊 能直秒 而且小鹿是直接撞到了 吃了一口这个船 他将四五号位直秒 叔叔来的稍微 其实有点慢啊 他上去勾被队友挡了吧 还是被 诶 没挡吗 这火枪怎么在上面啊 被弹上去的 水柱 高台这边有一眼啊 这边撤退的位置 飞船班应该是留住火枪 立了大功 这样子的话 太龙主动出击 入侵到天徽这边想打一波肉身的 盘战 但是被C9很轻松的站住了 地形用室就带走了 走到那个位置就很不应该啊 诶 诶 上路 此处 那找到一个有机器人的 TK 但是水人在 还要再拖一阵 是的 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 给队友打盾 牵制 刚才其实C9那个位置 不是C9 那个太龙 他们站位就有点问题 还是 不能是拉西克去卖吧 对 知道对面人在附近啊 雪人也在看 看到那个机器人进军了 知道对面也可能在肉山这一块 或者你要卖的话 其他人离得稍微远一点 卖肯定是 怎么都要自己找一个高台有眼的地方来打吧 你要不然是上半 就也去上面那里一点 要不然就是下面这里 把这个视野先走回来 然后打一个老陆或者小陆的买活 一般这种情况是小陆站在老陆那个位置吧 是然后小陆买活再过来参战 他们刚好也有下路一卡 对大的还是 肉山团的思路有点差 这样子的话这波团战打完 当然整体经济还是没拉开啊 但是 以为小黑拿到了一个关键的肉山盾 小黑再慢慢往前刷 现在经济是在第7 其实火枪也就这样 主要是被一个TK给挤上来了 几个大哥的排名都不太好看 看下这波 看这波三个人往这边挤 这个所谓是很不应该的 这个阵地就达不了了 然后只能走 看下火枪在那边点了两下野关 然后被非常快凝住了 火枪是自己推上去的吗 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他站在这个位置高 大家还点了个野 然后这边直接被带走了 看船长终于是A帐了 炮弹船已就位 进一步的增强自己这边的输出 其实小黑因为经济不理想嘛 然后中单又是一个龙骑 其实他们短时间的这个 除了技能以外的输出还是 不是特别高的 我们可以刚刚看到那个船撞上去 打小陆和老龙也打了半天 这么打就是 经济局面可能都是泰龙比较优 但是你打下去就老觉得 一波团队C9就能赢了 而上面的话之前就赢了一波 现在感觉C9突然在这个 军事的情况下已经取得了巨大领先 所以看后面团队怎么在拉扯了 隆起这波 感觉现在这个C9 应该还是会打的会比较猛一些 看看进攻怎么来打 直接是推对面的二塔 小黑带盾 感觉泰龙也没有想守的想法 可能要等雪人再出现装备吧 这个阶段雪人的爆发还没提起来 那靠火枪的这个输出 团队里面已经明显感觉到 有点被 这个收不降一个点 雪人这边在做大炮马上快有了 对 主要还是酱油的差距吧 我觉得老陆小陆和 这个花条TK这种 一个有强先手 一个团队 无减肥的一个TK 他提供的能量还是太少了 花条过来赶人 这边的话 看一下 盗住的是水人 接技能给上 水人有危险啊 撞住了 有小黑持续输出 哇 这波 打杀对杀对冰结 技能接满了 而且队友打着打着又跑了 想跑的话感觉又被留住 晃住 电竹扩展 哎 这个齿轮被打掉了 不重要 龙奇在这边还在找后排的人 龙奇还在看 根本都不想理这个小物 对 你们跟他玩去跑去找其他人 看看有没有其他人 他的目标锁定的是沙王吗 嗯 沙王还是有点远算了 回来注意他 打野是要打半天 但死肯定死 打的好烦呀 吃了三套技能了 左手直接被带走 龙奇在比赛 那就是还是这个情况 太龙这边 哎 这边打的时候 你家大哥被发现了 这个 小黑正好是没准的时间被找到 不误啊 我算这边应该也是 打得比较轻易吧 都没够到 都没够到 飙回来 但是自己这边 装住 队友这边在跟输出 拉希克是没有状态 没蓝了 水人马上复活了 这个地方 C9再往前就要灭了呀 水人马上来 船长这边 哦 这个控场 配合机器人 还是掩护队友撤退 水人这边再往前拨 但是队友已经完全扛不住 这边AO一张爱了 这个阵地我蹚不过去啊 算了 这个位置的话 小黑给了点机会 但是对C9来说不通不痒 而且又继续把这个局势 给扩大优势 刚才应该是正好对消的时候 小黑就被对面找到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下路 玩了太久了 找到下路 现在还有个ETA 是 而且他们最开始的一个团 本来就是在开在下路 因为开完以后 他在那收钱没走 然后队友全部去处理小路去了 所以小路 边死边发轮盘很开心 小黑这个BKB差得老远呀 现在外面的线危险线都靠船长标记自己来收 龙骑也更多的是在找机会 而小黑刷的又很慢 其实这个形式对于C9来讲也不是特别乐观啊 现在可能 比较 其实他这个经济领先就领先在TK上面 对 但是打着打着你发现 现在正面 非常主动在找人 这只不过找到沙王效果还不错 谈他一下 小黑肯定给新出 对 这个薛金乃破兰 全部下了高地感觉 还有穿长在堵他 他穿了这个地形差异还是要死 但你看版本强势跟弱势英雄就很明显 他现在火枪就已经 就同样跟一个经济 你感觉小黑作用还是比火枪大 火枪在团战里面完全被TK一个人单防了 他所有的伤害都被TK几个技能化解 感觉不到这个火枪现在团战的这种作用 而且后面的话还有船游对他也比较 克制 发条被找到 对 这里是 提前有镇珈眼 看到这边发条走过来 水人是直接变了一个发条 下路这边把一塔推掉 两张TT想过来找一下人 树林里面看能不能找到这边有机会 发条弹 我发条玩得很好 也是打伤了一波水人 重骑水 更新大炮进一步的增长一下输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势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往太王那边在倾斜啊 确实水人现在的输出是已经完全成型了 他大炮在手 然后对面的输出来打他 其实也没有那种能强秒他的技能 感觉看他死不死吧 这让米萨他死一次 主要有一小黑在后期啊 我觉得除非是被围了 否则很难说是在乱战中能击杀他 也没有特别让他暴毙的东西 小黑自己主要是小黑太穷了 如果说正常经济的一个小黑 对他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小黑自己的输出空间就 包括生存环境都有点差 杀王可以找他火箱可以找他 主要是要看队友能不能把他拖起来吧 像刚种落单的话还是有机会杀的 这样子的话 一一一一波开悟看一下想强行包装了二塔吧 东西有点大啊讲道理 小黑先手all in了这波 小黑这边沉默 轻动式的拨上来 脸被开刃甲还是要死的 但是正面已经打出了击打伤害 这个位置小黑一键炸开对面啊 直接拼掉对面三四号位 然后正面的话飞龙骑脸 这边火箱高地上再点到一个发条 比较自己这个位置不好走了 只能强劈 再去看一下 被全部好跟着解一下 过来找龙骑变龙骑装了一下 中了激光 好像发现故障难鸣啊 这个团打的乱七八糟的 他们在干什么 不能这么打 二塔下面这个强行冲 你哪有二塔真要冲的呀 这是 这可是TI啊 这个团战画面 这边想的差不太多吧 但是水源这波也打了个封码 相对的他们应该走了 主要是经济没有拉开差距 你这样冲塔的话 哪怕上来瞎秒一个船长 其实最后还是三号位一个复换吧 这波团打完以后 差距就拉开了呀 49正在领先期限的经济 小黑也慢慢的好起来了 一下子经济来到了第四 该有的装备也都有了 你可以闭在手 再来看到这波团队 再来看这波团队 再来看这波团队 已经看到DM了 一个船长 然后而且人都在附近 这船长还是把船给开出来了 这个位置发调了框立了大功啊 是 现在是没有救到船长 然后这股大鞋带奶 奶上来 这波火枪其实 火枪这个位置 很尴尬 水源觉得火枪被动了 自己也要上 然后他选择分枝解脱 成功以后 变了一个龙骑光 给了一下 这输出打的也不通不痒 然后发现不是对手 想走走不掉 就是很纠结的一个波团 不过是不是米克洛 身上有个增伤服啊 没看清楚 好像是冒着蓝光的 所以有点恋战了 所以如果是第一波 水源全品状态下打的话 感觉踩水的 那个龙骑还是能收的 但是 看了一下他 点录像里面 点龙骑的那个伤害啊 感觉也是转裂波学的 所以在波上来之后 打人也不通不痒 嗯 这水源这波死的感觉 就没什么机会了 再往后打的话 小黑对他克制就比较明显了 已经是装备刷起来了 然后这波团面以后 又是马上盾刷 这个关键期节点 太龙也是找的比较差 盾的话还有22秒刷新 经济直接拉开到了1万 我觉得潘龙这边的 比起C9这种来讲 团战就是缺了一个 像发条这样的先手 所以他们先手只能 靠沙王来打 然后沙王打的 也不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 先出跳的沙王嘛 嗯 所以他就只有这一手 虽然我们看到他 尽力的在双戳 但是他戳完这一手以后 是回不来的 没有那种团战迂回的能力 几进几出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就感觉整体的控制 控场 弘力就比较弱 如果说有一个发条 帮他去找人 然后他再去打自己的戳 再去摇打 再去多进场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角色 小鹿要不要来承担一下 毕竟小鹿还是很抗揍的 我把人 就人揍我 我也算是把信息打出来了吧 这样子的话是看不下二代盾 水那好日子到头了呀 这7K这两把玩的是真爽 龙骑装备豪华大炮撒弹 小鹿这边巨峰长几 小鹿这边巨峰长几 BKBA这样再盾 再做 看看这波 直接拿掉 然后35分钟再放个服吗 放个服打个魔方 是的 这边的话一眼 又激动了上一把的那种感觉 就是 太龙好像有点不知道该干嘛了 天归上台 不要回来了 感觉不好走啊 直接过来找到这个唯一的控制 沙王 那这样可以直接上高了 对 直接上高了 靠火箱来手 但是火箱现在伤害就是完全被 TK吸收的 这个打的越多 TK的治疗量越多 这样下去的话 这场比赛要把这个 TK打到最后 出去摆帐了 然后正面过来扬住 小鹿是想吃技能 但是发现 这会儿再想吃技能 让他出名的代价 这波的话 可以啊 推上来个龙骑士 但是队友里面TK还在奶 乘接吊坠 加上机器人进军 这个龙万的血量 又被奶上来了 DM 潮汐波把人往下吐 自己这边开了刃甲 有小黑在后面护着 也没人敢打他 水船冲起来 标记回来这个小鹿 赶上炮弹船 正面的话 感觉拉西克都快被打掉了 发条飞 上面这边勾住了火枪 是一个扬刀 在往回走 也是残血 都是残血 水人这波必须要冲上去了 先拼掉TK 开BKT 转柄杰 全柄杰 这边在拼掉对面带盾的小黑 正面还在给机会 看小黑寝生之后 能不能压住 自己开起BKB想强秒 但是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选择TP残血走了 这个选择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差一刀暴击 水人如果暴了 这波小黑感觉就直接交代在当地了 感觉这波的话C9上高也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打得有点恋战 想杀人想推没想清楚 然后输输也是总差了那么一截 小黑蝴蝶拿到 就差这个蝴蝶 因为你是带盾的嘛 小黑刚才那波之前是带盾的 水人心想我就差一个暴击 还都不是你蝴蝶的问题 再拿一个魔副金看一下给谁 打得很快 自己拿到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波团战 首先是一个标记过来找到沙王 还有沙王先阵王 这波还是正好使人更新到了一把崭新的BKB 但是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C9有点想推有点想打 就很纠结稍微有点犹豫 这回的话动小鹿输出有点不够 而且塔一直没点掉 参队塔一直没点掉 这个时候点掉了龙旗又被推过来 然后所有人站位想去找这个龙旗龙旗撒旦 为了保这个龙旗 面前有一个小鹿然后星龙 为了保这个龙旗 TK把自己所有技能来全部交完了 然后在自己TK回家的时候全场没动了 是的 这波的话DM还不往下走 还要回头 还要去标记 打得太凶了 标到一个小鹿 是的 这个时候感觉是火枪的破绽 让C9起了心念 这时候发现你技能该交都交完了 水人折到BKB全品进场一波 直接瞬间表到这边 两个兄弟之后的话起身小黑 运气也是不错的 看一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 六下七下 愣是没把这个小黑带走 上方两边在中期都是出现了几个 出现了团战的披落 太龙是冲二塔出问题 然后C9这边是上高出问题 但是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还是决定吹响冲锋的号角 再来 不急着上高啊 还是要把压制做好 自己虽然送了一波 但是优势在手 至死输出还是差了一些啊 龙奇看到一个小鹿在脸上 真的很难受 想着自己撒旦两管血怎么就够了 水人 低给币大炮 尽身 飓风长几 这个输出瞬间爆炸 而且他 他不会存在这种就是 致死输出差一点 因为他后面还有个火枪帮他 就刚才那波团火枪也打了很多伤害 太悟天灰没找到人啊 火枪过来守一下危险线 然后已经出到跳刀 现在又把跳羊了 感觉C9就是第一套 技能伤害肯定是谁都能秒的 就是持续后面的话 可能小控制什么的 对方确实有几个比较肉的点 对方确实有几个比较肉的点 那这个我直接是出了个否决 不决还行吧 打得很拼啊只能说 C9这边处理完线 又来到中路找聚会 买活是只有龙骑可以买 但是CD是 沙王没有CD 其他人都是差钱 就有个白银之风 就大银刀 这边选人的话终于冰演了 现在对龙骑也是有一定的威胁 你考虑的 且套 很终于冰演了 DMZ这边21级 龙骑尸的话25级有天赋了 然后这边的话 在打自己的四级道具 天辉的话没有误啊 所以没法去压到对面三角区 便这个扫描的位置正好是被C9全部闪掉 擦肩而过 然后在这边的话守了一个自己的高波眼位 这个眼也是他们唯一的一个保留地啊 另外的眼位是在天辉二塔前 这等于整个下段区其实都是黑的 有TK的存在 泰龙线的压力也比较大 这波应该还是等TK把这个线往中推 然后把对方的人给逼出来 好像是想打呀 泰泰龙想借着这个高波眼来打吗 小龙这走有点明显啊 而且C9肯定不着急嘛 可以下路靠TK慢慢先把线给顺进去 找了一个小兵过来看看人在哪 盾的话还有半分钟进刷 点这边是奇拉宝是一只在排视野 这样子的话压了两分钟 发现C9发现对方人也不漏 C9就撤下来了 就是陷入了一点僵持 就是上高带顿上高失误了以后 被迫要面对的几种境况 对胜利的话是直接从这个9一干 跳到现在六四 然后这波的话现在还是 我对方的 不断在找机会 四五个人开往下路包 可能C9就是手自己的高抬眼来打 C9这段时间打是比较耐心的 通常这边的话是觉得可能盾要进刷了 所以想过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来布局一下 咱的这个眼 有用的日地了 对眼这边还提前交了一个扫描也没找到人 那就看这个20秒的盾能不能蹲出来了 再往后打的话天辉这边 TK也是买了一个物 在不见人的话 TK这边应该也要带着队友去找人 就想硬守一个硬等对面来过来 那这样肯定要送盾了 如果胆子够大的话 太龙直接把这个盾刷打就完事了 中里有人在蹲吗 中里 小鹿过来了应该要 看到了 感觉就直接打了吧 因为这边中路已经漏了 龙骑漏了 龙骑是已经在拆中了 准备拿塔防顶一下 C9这个打的又突然就打特别保守 然后导弹一炸 发现对面打盾完了 但只能强行打盾 强行把这个高地拆掉 等对面回来手 两个高地塔点掉了 冰营倒是一路没破 然后现在的话盾给到水人 水人盾加奶酪 两边也是都在开雾 太龙是雾消了 然后沙王这边还是有刷新碎片的 这部龙骑士 有人走远 我们的C9里没有跟上 一个食人魔图腾走掉 进出一身冷汗 龙骑士的话更新到了BKB 他这个装备想了很久 他身上一直是5000块钱 现在对面的输出是可以秒他的 所以被控住还是很危险 他是需要这个BKB 水人的装备比较豪华 还差600可以买多 很关键啊 这个盾的话 拖了水人的很大的容错 因为现在团战 其实主要还是靠他 火枪能给到的有限吧 使他这个局势又进一步的僵持 终拉 烈士方带盾 给出了一仗 留了个买活 现在场上除了泰龙的四五号位都有买了 看到TK在做A帐 一个激光 射线 缩小射线 火箭已准备好 中奇这个迅击闪光其实早就在拖了 但是他还是选择先做了BKB 然后做否决 他们这把就是找机会跳羊家否决吧 然后配合小黑的爆发 不管把谁哪个前排找到直接秒了就可以了 中路这波的话感觉要打天会扫描扫描到人了 DM在前面卖 然后泰龙这波的话应该带盾也想接 水人是盾 然后奶酪给了火枪 杀王这边刷新碎片 看一下后排 黑市卖这个位置 卖的意味很明显啊 再往前跟 小路强行过来吃技能 后排看一下刺到了谁 沙王单次自己是吹风 躲一手 但是残血落地应该会被秒 水人 在这边直接焦盾 没钢过小黑 小路被拉开距离 小路被水起来 水人站起来被装住 这边人都已经撤退了 水人拨走 扬住 扬住 不掉了呀 这时候沙王想过来一个三次摇大 再刷新 但是被沉没 但这时候就 又被晕住 水人这个时候拨过来 直接秒掉TK 跟小黑开始对高 鞠躬藏底推开 TK选择买活 赶战场 是的 这边是学起来一个沙王 沙王是一个买活死 这边的话隐身无敌 带宝石的DM应该是拖在后排 这波团战打得很混乱 但是最后还是被C9 拿到了团战的胜利 是的 主要上来水人第一波 在入场的时候 还是被小黑找到 把他最强势的一波 给拼掉了 带顿起身之后的话 水人就没有 入场的这种威慑力了 双方都是交了两个买活 但是开朗这边是一个 水人交了都交了盾 然后沙王就是买活死 大个位的买活死 增伤斧的小黑 直接吃推到对面高地下面 来到在火枪身上 拆掉下路这边的话 可以直接转进 现在要拆第二路 水人还是只有一波的轮错 火枪的话直接挂圣剑了 但是感觉已经 扑到他圣剑的时候 现在就是标记小黑上来拆塔 你好像有点没办法 有个吹风 龙奇过来掩护一下 带这边羊刀 4秒 光驻小鹿 先不理他 水波雪怪了 先拆再打 最后一下的话 是把兵营直接拆掉 然后还剩上路最后一座 小黑这边的话也出了大炮 那现在水人 游出环境更加恶劣了 而且在减远两名的情况下 对方开始直接拆基地 水人出了把跳刀 都做最后一搏 看一下正面团队的防守 还是说实话 感觉很难了 龙奇扑向前去找水人 水人过来直接持羊刀 可惜啊 劣势有点大 火枪这边终于是拿到了自己的圣剑 但是兄弟们都倒下了 水人买活 是的 也是无力回天 买活水人和圣剑火枪很无力啊 水人说想再杀一个 你可以逼过来 正面强高 而且高不过 高不过 不是小黑的对手啊 这个时间点的话 他的能力 火枪也倒地 已经是打不过对方打出积极 恭喜C9 2比0拿下对手 最终C9也是取得了B B组的小组第一 显宏 噢 赢